然后 就是我的问题就是 一般在世界里都有 生命与生命之间 就是这种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 然后等等 然后这 您说这些 所产生的冲突对立 就是二元对立 然后让我想问一下 在自然界里 就是那种 比如说狼吃羊 它们之间也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斗争 这是不是二元对立 这个 我们不要只从片面看 不能够只从片面看 在大自然里面 大自然的整个的运作机制里面 它是形成一个 很和谐的在运作 万物有相生相克的这种机制 在大自然的运作里面 为了维持整体的和谐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道德经里面一样有提到 损有余补不足 在大自然的运作里面 它会有这样的 为了维持整体的和谐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运转机制 但这个并不是说好或不好 不能够称它为 那这样就很残忍 不是这样 狼吃羊 狼吃羊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大自然设计里面 很重要一个平衡系统 来 有的人认为说 那狼不应该吃羊 事实上 狼它吃羊 它也只是 为了填饱它的肚子而已 那狼的存在 有的人 他认为 这个狼太可恶了 结果把狼都杀了 结果呢 当狼被大量昧绝之后 你要知道 我们的 因为狼它是肉食性的动物 当肉食性的动物 大大减少之后 草食性的动物就会 变更多更大 然后这个草食性的更多之后 我们很多的土地 那些草就被大量的吃掉 结果形成严重的 什么 沙漠化 就形成严重的沙漠化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 那个蒙古地区啊 或是比较边疆的地方 现在沙漠化越来越严重 包括四川还有零下 现在很多地方 都逐渐沙漠化 因为这种 为了经济价值 一直的在 放养更多 或是 续养更多的 绵羊 山羊 还有牛肉 为了 为了牛乳 为了牛肉 又饲养更多的 草食性的动物 所以我们的生态环境就越来越恶化 因为那些草被大量的吃掉了 连树木 山羊 我看过那个山羊 山羊会爬树 你们知道吗 山羊 绵羊不会 绵羊吃草 但是山羊 他有草 他吃草 没有草的时候 他会吃 树叶 没有树叶可以吃的时候 他会把那个树根 草根 都挖出来吃 还有 那个矮树 被吃掉 比较稍微高的树呢 那个山羊 他会爬上去 爬上去 我看到 那个山羊 他爬上去 还会一方面吃那些 一方面他把那个树枝压下来 让其他的羊可以吃 结果呢 结果沙漠地区的植物 就会大大的减少 沙漠化 越严重 所以你认为说 那狼吃羊 它是很残忍 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它是在维持整个 大自然生态的平衡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要看到 那是整个大自然的运作机制里面 它是必要的存在的一个元素 它有它的功效 它不会把羊群灭掉的 不会的 绝对不会 所以他们只是在维持整个生态的平衡 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 我们不要只看片面 不要只看片段 要看到它的完整性 所以各种动物 他们不会破坏生态的平衡 来 大家要提会这一点 地球上所有的动物 除了人类之外 除了人类会破坏生态平衡之外 各种动物 他们不会破坏生态平衡 他们在这个地球的存在 都是维持地球 生态的平衡 草食性的动物 他们吃很多的草 还有树木 树叶 如果没有肉食性的动物来牵制的话 这个地球一样 那些草 那些树木 会被吃得很严重 沙漠化 所以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 我们要从完整性来看 这样了解 谢谢